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台中中区台湾大道一段巷内 30号发生老屋倒塌的意外 造成了三名工人不幸身亡 中区铁安中心和市府都发局 在31号下午到场勘查 并在现场铁围离上 贴上了勒令停工的公告 并开罚30万元 将持续调查 历清相关责任 现场拉起封锁线 架设铁围离阻隔 不让民众靠近 这里是台湾大道的巷弄内 在30号上午10点多 惊传房屋坍塌的意外 造成三名工人不幸身亡 回顾这起意外 房屋倒塌的当下 隔壁邻居的监视器画面拍到 现场扬起大量的灰尘 宛如末日 而5号的民宅 往7号的空地崩塌 造成三人被压在瓦礼堆下 市长卢秀燕也在30号下午 赶赴现场关心 探照灯照亮抢救现场 消防队员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持续搜救 即便出东上百人不眠不休 漏夜收救 直到31号凌晨一点多 才把最后一位工人送往医院 只有有一位劳工 他是有参加那个余保 那另外两位工人是没有劳保 这部分我们还在厘清 一个是 两位是营造厂所雇佣的劳工 那另外一位是 钢金包商所雇佣的劳工 那个雇主的部分 那位依我们营造安全设施标准 第67条规定 对在开发作业 对零进购造物 为采取房子倒塌的设施 那违反营造设施标准67条 跟职业安全法第6条第一项规定 那这部分我们会先做停工处分 那也依请地检署侦办 那另外做裁罚 治安法3到30万的行政处分 贴上论令停工的公告 督发局和职案中心人员 也在31号下午到场勘查 进驻吊车机具 要来盖上帆布 避免毛毛细雨恐酿成 3号民宅崩塌 将那个3号屋顶上面 因为它有那个 有怕雨水会进到那个屋顶里面 所以我们有请厂商准备帆布 然后会把它覆盖 那同时9号因为房屋倒塌的时候 它有一个破洞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协助 把这个破洞先暂时补起来 3号以及9号这两个房子 它的目前使用上是安全无疑的 现场能够先维持这样 那可能是不是有需要做个鉴定 他们会再评估 老五倒塌的公安意外 瞬间让三个家庭破碎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仍有待相关单位 进一步调查理清 请不吝点赞订阅